在滾滾黃沙中 邁開步伐狂奔 最後還是被捲進沙塵暴 藝人黃遠在周杰倫監製的 新電影1萬公里的約定中 飾演馬拉松選手 戲裡戲外都吃盡了苦頭 在開辦以前做了很多訓練 像是大概三個禮拜 每天要跑那個時空很多 對 才能維持體力那個狀態 另外還有和狼搏鬥的場面 堪稱是整部戲最難 黃遠也在首映記者會現場 秀了一首 雙馬假裝有個導播看得來怎麼演 對 和黃遠尬戲的賴雅妍 在電影中既是師生又是情人 兩個人現實中感情也不錯 不僅在拍戲空檔親密熱舞 賴雅妍還甜滋滋的喊話說 不排斥姐弟戀 男主人往大陸沒有來 賴雅妍會覺得很可惜 沒有看到大平台 請問希望我的男主角是黃遠 他來就好了 我覺得感覺是重於數字 感覺中你演 在監製的部分 音樂配樂 聲音的部分配音 然後這個 逸杰就是比較屬於 控制預算的監製這樣 另外備受矚目的 還有超大咖的電影監製 周董和超馬選手林逸杰 兩個人分工起來超有默契 林逸杰還私下透露 周董當爸爸就會省錢了 還常常要他頂好預算 大大顛覆以前大手筆 買跑車的闊老闆形象 記者張士奎 萬千華 SNG小組台北報導 現在是 過了 和紅傑 我聽說 我聽說 是 我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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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